陈吉 我们看到他的照片 看到他的书 朕明了 佛在经上讲的 一报随着朕报传 朕明了 发信 真心发信 当然知照 灵明就了 这一句话 就是任言经上所说的 见闻就知 你的真心 你的本性 居足本能 现在人家能量 本有的能量 他能见 能听 能觉 能知 所有一切的万物 都有这个能量 所以谁 证明了 他能看 能听 能觉 能知 我们给他 这个 资讯 这个加给他 他立刻就会反应 善的 好的 反应非常之美 那么这个水戒经 你们看到反应 还有炼气功的 炼气功 现在也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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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 测验当中呢 这小朋友 七八岁 到十四岁以下 没有受过什么 远无 心地很亲近 很天真 这种小朋友 只要经过 一个小时的训练 他的手指头 可以摸字 可以认识字 你写 写出这个数目字 从一写到一般 这一百个 你不要让他看 你让他手去触摸 然后叫他说出来 这是什么字 他能说得出来 几十四岁的 没有一次错误 说明什么 手能看 这就是大臣经上讲的 六根忽用 心要清净 他有这个能力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是什么 你写上这个 佛菩萨的名号 鬼神的名号 这个字他不认识 他有感觉 你写个佛字 他这个里面放光 金色光 放金光 打开一看 佛字 有的是要摸 然后这里放光 这光里头还有药味道 打开一看 写着 药似服 好